这是勇士队时最大的一场豪赌 继11到12赛季库里赛季报销之后 勇士在新赛季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概格 他们不仅交易走了球队主力空位蒙塔埃利斯 并且还确定了以库里为绝对核心的打法 这份四年4400万美元的合同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同一年 勇士会演十珠的管理层继续简陋 在第二轮选择了一个身高仅有一米九八 投射能力奇差无比 不三不四的风味摇摆人 追孟格里 彼时根本没人知道 这个不起眼的黑人 将在未来成为勇士绝对的防守核心 进入一二到一三赛季 斯蒂芬库里迎来属于他的里程碑 在这个篮球胜地迈迪逊花园广场 萌生狂轰54分 并且还疯狂地命中了11级三分球 与联盟单场三分球记录也只差一球 神奇的表演还没有结束 4月18日 勇士与开拓者的比赛中 库里仅仅命中四级三分 但也是这四球 让库里的常规赛三分球命中数 达到了272个 一局超越雷亚轮的记录 成为联盟历史单赛季三分王 进入季后赛 在首轮第六的勇士 遇上了第三的绝金 面对运动能力超强的丹佛田竞队 库里的表现可以说是叹为观止 一次次穿过电梯门的三分 犀利的突破 蝴蝶穿花般的运球 打得绝金是一点脾气没有 于是主教练乔治卡尔使出阴招 公然纵视球员 使出飞篮球手段废掉库里 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 而发生了改变 更是挽救了库里的职业生涯 球品良好的一个达拉提醒了库里 让他成功躲过一届 这也为下赛季一哥加盟勇士奠定了基础 胜利战胜了绝金后 库里迎来了由GDP带领的马次 两队熬战七场比赛 虽然勇士遗憾落败 但波波维奇却对库里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他让我想起了乔丹 毫无疑问 他们是站着离开的